喜师父说故事 佛陀神通第一的弟子目见连尊者 常常观察六道众生的善恶果报 一天傍晚 他在恒河边静坐 不一会儿 附近聚集了很多恶鬼 想要从河里面取水解渴 但是因为另外有一个凶恶的守水鬼 手持铁棒前来驱赶 因此众鬼都不敢靠近水边 目见连尊者端身正坐 见到众鬼所受罪业不同 就把他们叫到跟前 众鬼分别向他请问了自己的罪业因缘 第一个鬼问 三者 我常唤饥渴 听说 恒河的水清凉甘美 但是 我去来饮用的时候 水就滚踏 沸腾了 只要喝上一口 仓服都会骄烂 而且 还有守水鬼追打我 请问尊者 我做了什么罪业 一直以受到如此的苦报啊 目见连尊者观察了他的三世因果 然后告诉他说 你 前世是个算命之人 说话须多时少 随心而谈 贪图钱财 迷惑众生 所以才有如此的夜报 接着 第二个鬼问道 尊者 很多凶猛的大狗 常来吃我 他们把我的肉吃尽了 但是 只要风吹骨头 又在复生 不知是何前因呢 尊者告诉他说 因为你前世 杀鸡宰羊 祭神拜天 所以受此报应 第三个鬼问 尊者 我的兔子 大如梦缸 以后 却细小如针 见到没问 根本无法进食 这到底是什么因缘呢 尊者告诉他说 你前世为官 自是豪强 于肉百姓 自情众乐 所以受此果报 轮到第四个鬼发问了 他说 尊者 我献上 长满了嘴巴和舌头 血液从下涌上 头大如斗 血管破裂 命如油丝 不知是何原因的 尊者 尊者回答说 你前世 喜欢拨弄是非 说长道短 增人苦恼 所以受此恶报 就这样 许多恶鬼 一一询问 自己的往昔罪业 木杰连尊者 也一一作答 佛教讲 因果通三世 如是因 如是果 看看上面那些 恶鬼的苦报 你我 岂能够不好好地守护 自己的身口意 三页呢 以上故事 恶鬼的前世姻缘 介绍完毕 南无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